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今天给大家分享苦瓜的神仙吃法 不炒不凉拌,无水无油的,很是好吃 我家三天两头的就这样做来吃 多吃,不担心长肉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苦瓜,切掉头和尾 再对半切开 用勺子把里面的然瓜干净 夏天的苦瓜呢,最常吃的就是用来凉拌 开胃,解腻 今天的这个吃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吃起来同样的很解腻 软糯Q弹,可以做主食,做菜,一举两得 处理好之后,给它切成薄片 装入盘中 接着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胡萝卜 把皮去掉 加入胡萝卜,可以搭配颜色的同时 还可以增加营养,丰富口感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可以多吃胡萝卜 有利益成长 皮去掉之后,切掉头和尾 再把它切成薄片 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一个洗干净的土豆 把皮去掉 再切成薄片 切成细丝 切成细丝 放入清水里面 给它清洗清洗 这样可以防止土豆丝氧化变色 再捞出来,装入盘中 接下来 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水开之后 把土豆胡萝卜丝倒进去 给它焯水一分钟 然后再捞出来 放入凉水里面 故意下凉水 再捞出来 挤嘎水分 放菜板 放菜板上 把它切碎 把它切碎 装入碗中 再把苦瓜倒入开水里面 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苦瓜的苦味和色味 使做出来的产品更好吃 口感更好 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即可 捞出来 放入凉水里面 捞出来 捞洗捞洗 再挤干水分 放菜板上 把它切碎 朋友们 每天我都会给大家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请大家在看视频的同时 别忘了给我点个小外星哦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装入碗中 加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胡椒粉 搅拌均匀 这里就不要加其他的调味料了 这样吃着才美味 搅拌均匀之后 少量多次的加入红薯淀粉 没有红薯淀粉的 可以加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 最后取一搓馅料 放在手里面 能够捏成团就行 给它捏成乒乓球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 摆入蒸笼里面 然后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放入锅中 水开之后蒸10分钟 把苦瓜蔬菜水晶丸子蒸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个榨水 几头大蒜切成片 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圆圈 再把它们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加两勺辣椒面 这样吃起来更香 加一勺花椒油 一勺香油 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盐 一勺味精 搅拌均匀 像这样 万能的榨水就调好了 先放在一边 腌制着备用 10分钟的时间 苦瓜水晶丸子就已经蒸熟了 打开盖子 看看个个都晶莹剔透的 颜色翠绿 清香味也扑鼻而来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就这样 简单美味的苦瓜水晶丸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QQ弹弹的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蘸着刚刚调好的蘸水 香辣爽口 开胃解腻 吃着一点也不会觉得苦 搭配着胡萝卜 土豆 丰富口感的同时 营养也很全面 均衡 整个过程少盐 无油的 多吃了 也不用担心会长肉 出锅 就是一道很简直的家常菜食谱 我家三天两头的 就会这样做一锅来吃 一点也不会腻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